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歡迎收看成語集集樂 我是周公 現在網路用語非常夯 甚至有一些宅宅界的朋友們 他們有時候也會將網路用語 放在現實生活當中 比如說很多人就會講說 柯柯今天好冷喔 大家都穿一點喔 在第一之類的東西 但是這樣的說話方法 這樣的說話之道 會不會就失去了古聖先賢 他們句句成語字字珠雞的 美麗的地方呢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今天的成語集結當中 就邀請到四位 非常重量級的特別來賓 他們要跟我們一起玩遊戲 玩大富翁 藉由著玩遊戲來教我們 如何正確的使用好用的成語 所以我們先歡迎 我們第一位特別來賓 他是我們的至聖先師 孔子 歡迎孔子出場 孔子的中心是像四個人 人的表現是 集於利而利人 集於達達人 集所不遇他 勿施於人 還不錯耶 是不是 孔子你都已經消失了五千多年了 今天還很尚書 我們最近還滿有什麼 看我這層行頭 行頭 行頭 教育部改了 改了 教育部改了 聽說我還簽了戶籍變高麗人 要被砲 就韓國人是不是 高麗人 韓國人 所以您自己是說您是韓國人了 我被簽戶籍 我被破了 就是要地上通知我的 好 我想這一段應該很多人會上網攻擊的 沒有問題 而且我們孔子 我們先消失那麼久 我們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就是孔子 至聖先師孔子 就是聖下的聖 就像聖女一樣啦 沒人要的意思是不是 沒沒聖 你知道根據史書的記載 孔子是身高非常的魁梧 然後山東人 嗓門大 甚至有雙瞳的現象 兩個瞳孔 您看起來比這個還大 哎呀 我現在改了有鬥雞眼鏡 把你調回來 就是 是啊 好 我們首先歡迎孔子先出座啦 謝謝 謝謝 第二位也是非常重要 我們相信 這位相信人性本善的孟子 歡迎孟子出場 孟子留長髮了呢 怎麼不說話呢 還在睡啊 很累啊 累什麼呢 每天都 累得孟母三間 就是第一段要搬家 是啊 真的啊 還抱你的抱枕來 每天都要她 好 孟子準備好今天 跟我們大家一起玩遊戲 學成語了嗎 應該吧 好 沒問題的 那我們先請孟子入座囉 謝謝孟子 第三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我們的莊子啦 歡迎莊子出場 現在古盛新年 都很像男扮女莊耶 兄弟 我們有男扮女莊啊 妳有男扮女莊啊 妳還酗酒 妳還酗酒 你怎麼聞到我 不好意思啊 她的磁心 她臉很小會懂 兄弟 嗨 大家好 你是哪個莊啊 我們有沒有發錯人 我是莊子的莊啊 很會 真的Gay的那個莊 對啊 可是我不是Gay 比較好 好 沒關係 不是Gay不重要 那我們莊子先自我介紹一下 來 大家好 我是莊子 耶 很會莊很會莊 謝謝我們莊子 我們莊子 我們莊子很不錯 謝謝 我們最後一位也非常重要 那就是我們的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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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筍子啦 後面筍子出場 嗨 大家好 我是筍子 筍子一 筍子二 筍子三 不要打來聽了嗎 沒關係 這是我們的遊戲規則 這是你們的遊戲 老人家們的遊戲 我們是現在上級嗎 現在玩這個囉 對 這比較活潑一點 那我們等一下一起玩好不好 好 那今天我們筍子 有特別準備的筍子在我們節目嗎 先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大家好 我是筍子 因為我是最嫩的 所以我是嫩筍 放那麼久 應該也不嫩了啦 好 我們先請筍子入座 謝謝 我們歡迎我們四位 非常重要級的特別來賓 請跟我們玩遊戲 我們今天呢 成語集集了 要玩的遊戲就是 我們 四位古聖錢錢 知不知道大富翁這個遊戲 應該不知道吧 單純不知道 是有錢的人嗎 不是 跟那個完全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會準備一個大筍子 就是正方形的大筍子 筍子不是有六面嗎 對不對 六面有六個數字 然後我們後面不是有一排 你看 白色 一格一格字排出來的 MTV 是英文 應該不懂沒關係 然後我們筍 比如筍出四 我們的零 第一個那個圈圈是起點 筍出四的話 就走四格 一 二 三 四 到最上面那個驚嘆號 有沒有看到 那是高麗文嗎 不是 不是 一個 今天號就代表是 機會 然後問號唱一個 勾勾在一點的是命運 然後如果越走越多點 不是越緊 收集越多的字嗎 然後你收集到的字 剛好可以拼成一個成語的話 那就得一分 然後看誰最後能拼出 最多的成語就是今天的贏家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遊戲很重要了 除了運氣之外 你們的國文造 運氣也要很好 因為如果沒有拼出成語的話 也沒有用啊 還懂不懂 太懂了耶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一個字 可以代表機會 簡體字 簡成這樣啊 那我們現在比較簡化一些東西 那主持人我周公 來親自示範一下好不好 好 沒問題 我們來示範一下囉 好的 在我們四位股聖先前比賽之前呢 由我周公又先來介紹 我們怎麼玩遊戲囉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我們的計分小天使啦 歡迎 因為在他的身後就有四個分別是 孔子 孟子 莊子 跟筍子 是你們的分明的小框框 等到你們等一下寫到任何的字 我們計分小天使會幫你們記錄下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一開始呢 比如說從孔子開始 就先出來拿著骰子 然後在前面 摔骰子 骰子 比如說我踩到三對不對 踩到三 然後每個人手上都有不同顏色的代號 比如假設我現在是孔子好了 我現在是橘色的 我只要三飛走三格 從這邊起點 一二三是梁 所以等一下我們計分小天使 就幫我們在孔子的那一格 貼上梁這個字 所以等到我們玩很多次很多次以後 你們每個人就都知道非常多的字 那些字如果能湊成很多的成語的話 看起來湊成最多的成語 誰就是我們今天成語極極樂的贏家了 懂不懂 極字遊戲 對 極字遊戲 懂嗎 你們國文造詣都還OK吧 還不錯 還可以啦 然後我們也會說明一下 比如說到驚嘆號這一格的時候 這個代表的是 驚嘆 對 音樂不錯 然後問號的話是 命運 然後比如說我們從這邊 走走走 走到這邊 走到這一格 就下面一格 這邊有幾道大堆 那個是 為何 這個箭頭 箭頭 沒有開車 所以我如果 開車 我們那年代沒有 上過那個箭頭 直接過來了 就剛好在這個下面的話 你就要下來囉 就要往下走 剛好又下 就到這邊就上來對不對 剛好就走到這邊 就一直上上下下 像什麼東西 就是像上上下下的樣子 所以懂得好 然後我們機會跟命運呢 我們七分小天使 又準備非常刺激 非常好玩的遊戲 跟我們一起來玩 好 人家不能太刺激 我都五千多歲了 要醒來啊 我們要親近無為 裝那麼濃還要親近 所以我們呢 除了要比大家 古文造詣跟運氣之外 我們還可以玩遊戲哦 所以準備好了沒 好啦 好 遊戲馬上要開始囉 好 好的 我們成語集集 今天的遊戲馬上就要開始了 首先遊戲我們的孔子 除了來投骰子啦 懂不懂我們遊戲規則 懂嗎 好 盡情的玩哦 帥高高 帥高高 喂 啊 啊 要轉啦 要轉 孔子是三步 一二三 得到梁 梁啊 這一集 計分小天使 孔子就得到梁這個字哦 好 謝謝孔子 好 孔子 孔子醒來耶 均勤啊 均勤 Wake up 均勤是快睡 均勤是帥招咯 快醒 等一下 均勤起來 均勤起來 來 我們請我們的孔子 來投骰子吧 哇 是 有超越孔子哦 孔子十四 一二三 總有我們的機會 機會 機會是 警察抓領檢 暫停一回合 可嫁禍給其中三個人的某一個人 那我要嫁禍給 還是妳要先聊起來 反正大家都還在幾點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之後再用 妳要不要下一輪再用 可是我這樣我等一下就要暫停了 暫停別人 好 這先聊著好了 這感覺還蠻不錯的 但是現在沒什麼用 好 恭喜孔子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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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孔子 趕快來骰骰子吧 好 練傻一點 四步 也是跟我們孔子一樣 是我們的機會 來 大聲唸出來 前方有勾石後退步 耶 不能 所以 裝子 好臭 好臭 這是我的那一個沒有踩到 好臭 好臭 最後是我們的筍子 筍子 好臭 剛剛能超越前面幾圓呢 5 有超越有超越 3 4 5 1 2 3 4 5 謝謝大家 這個字 孔子又換你了 哎呀 孔子現在跟莊子是目前佔據最後喔 2 走兩步 所以是圓 這次 所以孔子得到圓 然後孔子 孔子現在有要用嗎 有要先用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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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孔子畫好少 一直在睡 因為沒睡飽 哇 很厲害 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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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該莊子啊 嘻哈 衝你不可以笑 2 莊子走兩步 2 也是圓 所以目前孔子 孔子跟莊子 合佔據最後啦 然後 筍子乾你了 耶 筍子一 筍子一 三步 3 1 2 3 筍子到光這個字 天使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記一分小天使的版本裡面 現在大家差不多是一個字 或兩個字 孔子是良緣 欸 孔子如果等一下有廣結的話 就一分了 沒有問題 然後孔子有石這個字 莊子也是圓 筍子是圓 就是圓跟光 不是圓